设定欧洲军舰军时间表 欧盟真能摆脱对美国依赖 这则短片是法国总统马克龙2018年 重提欧洲自舰军队的言论 当时 德国政府总理默克尔力挺马克龙的表态 双方军称 欧盟领导人应考虑自舰一支真实 且真正的欧洲军 以保护欧洲安全 摆脱对美依赖 欧盟要自舰军队保卫欧洲 尽管法德打造欧洲军的设想遭到美国的反对 多年没有什么实质进展 但最近此事有了新进展 欧盟方面对组建欧洲军设置了时间表 据路透社近日披露 欧盟有一份28页机密的文件外泄 根据这份标注日期 为2021年11月9日的战略草案文件 欧盟正考虑在2025年前 建立一支多达5000人的联合部队 欧盟快速部署部队 以干预各种危机 并摆脱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 根据路透社报道 欧盟快速部署部队应由陆海空三军组成 这些力量可以根据危机的具体情况 进行交叉部署 这份战略草案文件认为 欧洲需要反应更快速 更稳健和更灵活的部队 以承担全方位的军事危机管理任务 欧洲需要能够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 或对危机局势快速做出反应 例如执行救援和撤离任务 或在敌对环境中开展稳定局势的行动 报道称 并非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都必须参与这项计划 不过任何部署行动都要获得全体成员国同意 本月15日 欧盟各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 在布鲁塞尔就此进行了简短辩论 预计将在明年3月份敲定最终的相关文件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 在欧盟外长和防长会议后说 总体来说 各成员国对该方案都持积极态度 伯雷利希望欧盟各国承诺 提供相关资产和必要的战略支持 伯雷利还透露 欧盟目前有近60个开发武器 和其他能力的联合军事项目 欧盟领导人早在20年前 就同意建立一支5万至6万人的部队 但始终未能付诸实施 分析人士指出 如今 最新披露的这份战略草案 是迄今欧盟为了摆脱对美国军事力量依赖 而付出的最为具体的努力 长期以来 欧盟都没有一支能够保护自己的军队 全靠美国和北约来保护 为此欧盟早就计划建立一支自己的部队 特别是阿富汗塔利班 今年8月15日进入首都喀布尔 美国及其盟国仓皇撤离 当时欧洲国家的撤离行动 因为严重依赖美军而混乱不堪 欧盟再次意识到组建自己的军队 并实现战略自主的重要性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和塞浦伯雷利 今年9月 就曾表示 阿富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清楚说明 欧盟需要加强防卫能力 包括在必要时间和地点自主行动的能力 欧盟联合部队的雏形 是1987年成立的德法混合旅 1992年5月 德法首脑会议宣布 将德法混合旅扩编为欧洲军团 2002年 欧盟宣布成立欧洲联盟军 统一协调欧盟范畴的联合军事行动 但实际上 常设兵力仅有斯特拉斯堡总部的1000多人 近年来 美国日益热衷所谓的印太战略 其海外军事关注的侧重面 和欧盟出现越来越大反差 因此 欧盟各国产生了越发强烈的意愿 将延续20多年之久的欧洲联盟 均概念实体化 建立一支 可迅速在海外执行紧急军事任务的部队 避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鉴于此 法国总统马克龙8月底 在与到访的荷兰首相马克 旅特会晤时强调 欧盟需要在经济 军事领域发展战略自主权 称两国认识到欧盟必须证明有弹性 且有能力通过分摊义务筹措必要资源 为安全和防务承担更多责任 9月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指出 欧盟需要增强自主行动的能力 有必要成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 以便介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局势 同时将有助于欧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10月 德国国防部长呼吁 欧盟内部应建立一支可以在危机中 迅速部署的军事力量 专家解读 欧盟加速制定战略草案有何考量 那么欧盟计划建立欧洲军有哪些目的 加速制定战略草案有什么考量 总台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所长崔宏健 专家表示 本届欧盟委员会希望通过建立欧洲军 来完成任内的防务目标 选择在2025年前建立 主要是出于对自身能力 和当前所处安全环境的综合考量 太早则能力不足 太晚又可能会遇上较多变数 有分析认为 欧洲面临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和难民危机 北约已无法满足其安全需求 在欧盟层面加强防务协调 保护欧盟边界安全 显得愈发迫切 专家表示 建立欧洲军队体现出欧盟委员会 对当前国际形势变化 和欧洲内外环境复杂性的认识 欧盟建立欧洲军队的目的主要包括 欧洲周边乱局难平 战略自主急需支撑 欧美关系未来难料等因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宏健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第一步 就是欧洲的安全 共同安全和防务 它需要有一个载体 就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载体 因为它是服从于所谓战略自主 那就说欧盟还是认为今后它和美国的关系 包括和北约的关系 实际上目前这个状态已经很难持续下去 针对欧盟计划组建快速部署部队仪式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今年9月3日 就曾经表示 我们欢迎欧盟对加强防务建设做出努力 但不能取代北约 反应部队不能复制北约 因为我们只有一套军事力量 我们资源有限 针对欧洲军能否顺利建成 专家表示 目前该计划仍停留在纸面上 能否实施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此外 这支军队即使能够获得各成员国支持并建立 也并不意味着它能最终实现常备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健 我觉得这个建不建成 这个标准是很模糊的 你说欧盟弄5000人以上的一个建制 或者一个军队的编制 这个实际上一夜之间就可以弄 但是让它能行动 而且让它能够有所体现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标准